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电子商务 各位同学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看电子商务第12讲次的播出 在这个讲次里面 我们今天的主题要为各位介绍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叫做知识管理 相信很多人在过去这几年来 常常听到的就是 知识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是一个知识管理的时代等等这些 但是什么叫做知识管理 我们今天在这课堂上要详细地为各位介绍 不过在介绍所有之前 我们先要来做一些定义的说明 首先我们讲到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对不对 企业很重要的知识管理 但是什么叫做知识 很多人说有啊我每个人都有知识嘛 对不对 那知识是最简单的东西 但什么东西叫做知识 那么企业的知识又是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这企业如何来做知识管理 对不对 那么知识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一个简单的定义好不好 一般来说呢 基本上来讲企业对外收集而来的项目这些东西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data 是数据 而企业往往会提供存放的地点 也就是database一些database资料库 那么经过处理之后这些data呢 就会变成了information资讯 有价值的资料就变成资讯了嘛 对不对 再透过人的思考 哇这些资讯这这么重要啊 这些啊对了产生出来一些的结果 这些就称之为是知识 最后呢 期望这个知识可以帮企业带来价值 所以这个四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 具有连结的关系 好这句话不知道各位同学能不能看得清楚 看得懂 看得懂你就有知识了 对不对 所以刚刚提到这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一般企业常会收集一些资料data 对不对 这data我们把它存在资料库里面 这第一步叫数据 一些data 这些data呢 我经过处理加工处理 举例来说 我可能每天收集员工的上下班打卡资料 对不对 这些叫做什么呢 data原始资料 好了 我把它存在电脑里面 对不对 那么会计要开始来发薪水的时候呢 把这些data拿来处理 得到了一些information 什么叫资讯呢 这个人今天这个月全勤 这就是information 对不对 这个人请了三次价要扣多少钱 这叫information 对不对 好了 这些information来不只是打卡的资料 企业外面的销售资料 这些information来 人的思考之后 就产生了knowledge 什么意思 这就最重要的一个key point 就在这边 所有的知识 我们称之为knowledge 这种东西 一定是 最重要一点来的 一定是经过人的思考 才会产生知识 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点 所有的东西 电脑不会自己帮你把data information就变成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 这个人是不可被取代的 知识呢 你要去思考之后 你说 哦原来我们企业 现在面临到这么样的一个困境 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这个知识 人的思考之后 这些知识knowledge 你把它储存起来 叫做好的管理 这就叫知识管理 目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做知识管理 这个工程师 他学会了 他照操作手册 学会如何好好的修一台机器 对不对 有的知识不见得是写得出来的 对不对 他看了data 看了资讯 发现原来这个螺丝要锁到这个角度 然后这边力气要用七分力 啪一退 好了 对不对 这是什么 这他的知识 他讲得出来吗 不见得完全讲得出来 没关系 那个也叫知识 企业有好多地方都有这种知识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知识 把它做一个很好的管理 把它储存起来 能够分享 让其他人也能够分享 有一些专业人士 得到一些知识 这叫知识管理 他的目的是干嘛 目的就是帮助企业增加企业的价值 减少你的成本 增加你的竞争力 这个叫价值的产生 所以如果从data变成information 如果从information变成你的knowledge 如果从knowledge产生value价值 这个叫知识管理的一个过程 好 现在大家应该了解了吧 所以企业重点就在刚刚讲的 第三这个阶段 这knowledge如何产生 其实企业里面每一个员工 每一天介绍到一堆资讯 他就产生了knowledge 对不对 他说北美市场一片看好 这是他的知识 对不对 凭什么 凭他所收集到这各地的销售资料 整个市场的变化 金融指数等等这些所有东西 他knowledge他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那这些东西可能对可能错 然后经过讨论群体知识的产生 产生之后你有沒有好好的应用 好好的储存 同时好好的分布给其他人 让大家都共享这些知识 而帮企业产生价值 这个叫做知识管理 这样了解了吧 所以知识管理就是这么简单 你如何来做这些东西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管理 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知识管理还有哪一些 其他重要的定义 我们来看看一些学者的说法好了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听过 不过我们来看看 以前的Arthur Anderson 这家顾问公司曾经有说过 知识管理就是取得 创造 拥有 统合 以及学习 还有使用这些资讯 理解 经验 来强化表现的系统化过程 好多个顿号 对不对 大家看到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等等这些 其实不外乎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看我们来看看 他说你要取得或者自己创造 对不对 自己创造素质 或者拥有 统合 学习 大家一起来学习 而且使用它 然后理解它 然后把这些经验来强化自己企业的表现 每一个员工的表现强化出来 企业的价值就提升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他把它分成好几个让你看得懂的字眼 让你来了解 另外我们来看看Bill Gates 大家都知道 微软的那个创办人之一 他说知识管理就是资讯收集 而且组织资讯 来把资讯传给需要的人 它的核心是管理资讯的流动 让需要的这些人呢 获得正确的资讯 其实这个句话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字 正确的资讯 因而能快速采取行动 好了 所以这一点他提到了 Bill Gates 当然是从整个企业的那个 他之前有写过一本书 叫企业的神经系统 也就是整个网路 对不对 那么这些企业需要正确资讯的人 在对的时间获得正确的资讯 目的是什么 做出正确的决策 好了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知识管理系统 汇整这些学者的看法 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完整的知识管理的定义 来介绍 基本上知识管理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知识管理 就是借由知识的吸收 创造 累积 扩散 扩散就是怎么样传播出去 这些知识管理的过程 适当地透过资讯科技 当然这就必须要透过电脑或网路 对不对 来把组织中的无形知识 能够不断地 而且有效地创新 流通 以及把它整合起来 让使组织呢 能够在它组织内部 需要资讯的知识工作者 能够适时地 适地地来获得 使得组织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之下 依旧能够达成目标 达成它的目的 这是知识管理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 事实上你会发现你去问很多企业的老板 你们企业绝对就这么简单经营吗 他一定跟你讲太难经营了 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顾客的不确定性 产品的不确定性 供应商的不确定性 价格的不确定性 所有都不确定 在这时候 你怎么样来做出最好的决策 你就必须要对的时候 给你正确的资讯 而这些资讯 有些是人思考过后的知识 有些是资讯 直接的资讯过来之后 你要来思考之后 来做出来的一些的想法 而这些想法 有没有办法储存 流通 再利用 所以知识可以再利用的 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过 企业的有心资产越用越少 你的物料越用越少 钱越用越少 但是知识却是越用越多 今天我获得这 我想了之后 我又产生新的知识 这新的知识又再变成 别人知识的来源 别人在想 知识只有知识越用越多 所以这一个角度 知识是不是企业资产 绝对是 很多人说企业资产也是知识 只有这个资产 是大家越用越多的一个资产 我们先讲到这边 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 这知识管理 其实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看到 对有心的资产越用越少 但无心的资产 就是知识 却是越用越多的 所以这样这个东西 你要怎么样 要让大家可以用 这个时候 如果你只是两人的公司 太简单 讲一讲就OK了 十人公司开个会也就了了 但是今天你是百人公司 千人公司 万人公司的时候 你怎么做 你这个部门的知识 跟另外一个地区 同样部门的知识 有没有办法整合再利用 有没有办法 大家一起创造出新的知识来 不同部门之间 有没有办法创新知识 大家讲不断的创新 才是拥有最高的竞争优势 对不对 有没有办法 刚提到帮企业产生价值 这个时候 资讯科技就扮演角色 电脑 网络 可以让你很快速地流通 可以资料库 让你很好的储存 然后分析工具 很快地抓到 你要的知识 呈现出来 用电脑呈现 做PowerPoint 简报等等这些 所以怎么样把它储存 再利用 产生价值 就是知识管理 很重要的一环了 不过所有人都会说 那么一定要电脑吗 现在才有的知识管理吗 没有 没有 我们把知识管理 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演进来 为各位做个历史的演进 大家会发现 人是太聪明了 从好早好早以前 就有知识管理了 我们来看看 基本上整个知识的 管理的发展严格 我们 这是根据 有一位学者叫李仁芳 他在1999年 数位时代里面提到的 第三代知识管理面 所做出来的一些见解 我觉得非常有用 我来为各位 把他的想法 为各位说明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阶段 知识管理的发展严格 我们把它称之为 泰勒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色是 企业基本上来讲 它蓄积产业智慧的库藏地 是在整个策略的成峰 以及忠诚的幕僚 这些人 我们把它称之为 知识工作者 knowledge worker 那么作业核心 只负责执行 所谓作业核心 就是企业比较低阶的 操作人员 你就去做就好了 你不要去想 完全不鼓励这些人 随随便便跟动前者 也就是高层所定下来的 知识跟规范这一块 那么这透过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传统企业 上面这三角形 比较深色的 我们称之为是 知识型的工作者 他每天来想策略 每天来制定规范 他的知识 这有没有知识管理 有 这个时候企业的知识 是累积存积在 这些高层 中高层的 这些的知识型的工作者 那么下层的 劳力工作者 你就根据 他们订定出来的 SOP 一步一步地去做 大量生产的 这种模式之下 劳力工作者 每天重复操作 同样的事情 不要犯错 而且不断地 保持他的品质 就够了 你不要去想 这是第一个时期 我们称之为 泰勒时期的知识管理 这有没有知识管理 当然有 高阶的人员 对不对 他们游有了 那时候就成 那些就叫什么 know how 我知道如何去做 对不对 这是很棒 然后这些人 他有没有用电脑 不必 因为高层人非常少 他们有用这些知识核心 设计出来规范 底下去操作 你看到操作人员工厂 每天这样锁螺丝 锁螺丝锁螺丝 对不对 碰碰碰碰 每天这样 他每天就固定 被设定好 你这样敲敲敲几下 休息半秒钟 敲敲敲 一天你要做出多少个 把它平衡之后 每一天啪啪啪 货品就不断 大量生产出来 很棒啊 对不对 这第一阶段 那个时候是货品 只要生产出来 就被买掉 所以那个时候是生产来不及 供不应求 所以只要做得出来 就卖掉 那时候早期泰勒的 这样子一个科学管理时代 所做出来 把工作仔细地分析 然后一步一步地来做 上层拥有这些资料 这是知识管理的 第一个年代 那么基本上来讲 慢慢慢慢 随着时代的演进 开始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这不见得是最好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 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称之为 丰田式生产的阶段 就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 它所最有名的叫做 金石生产 Lim Production 我们先看看字幕的介绍之后 我等会再来为各位解释 它强调 全员都是知识工作者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工作者 再没有两种 劳动阶级的划分了 丰田仰赖这样的 全员知识的 这种的开发部队呢 提供了品质 提升的 它整体的品质 来降低它的成本 而且缩短它的周期时间 强顾了公司 更卓越的竞争优势 我们来看它的知识管理 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深色的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型工作者 事实上在这个阶段 不只是这样 丰田市管理还拉近了供应商 它认为品质不是做出来了 品质也不只是设计出来了 品质其实是往前了 供应商如果给你的产品的原料 的品质不好 你就不可能生产出来好的产品 绝对的 所以如何协助公民商一起来找出更好的方法 来发展这些品质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把全员都是将军 我来解释一下 丰田市管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所在 它认为说 知识不再只是上层 刚提到那33小型 全员 今天谁最了解工作现场 就是最底下的劳工 对不对 今天他这样做做做 他有没有想法说 我如果那样做会更好 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但是不阻止 他鼓励 鼓励所有的劳工 来做整个的知识的开发 基本上来讲 他鼓励 我们来看有个数据 生产线的功能 都投身于一个叫做 品管圈 那个时候叫QCC 品管圈的开发过程 那丰田内部有 6800个品管圈活动 在90年代 平均每年提出了 200万个改善建议 一年提供200万个改善建议 谁提供的 最低阶的工作者 今天他们看到 这个现场 如果你重新lay out一下 你这个放那边 那个放那边 你看更顺手 谁最了解 现场员工了解 鼓励大家提 大家提 平均来讲 这个是什么呢 每人每年 像他公司提出了 35.6个工作知识的结晶 也就是每一个工作者 每年要跟公司 可以提出来 平均有35.6 快36个改善的建议 也就是每个月 他提供三个建议 而且这些建议 不但被接受 还被奖赏 你看看 大家觉得 多棒啊 我工作 我要来改善了工作的现场 又帮公司赚更多钱 公司还奖赏我 表示这些改善 也都是有用的 他才会被奖赏 对不对 你自己想想看 加了一家工厂 一年改 有200万个错误 都被改掉 这个工厂 可以走到一个 什么样的地步 所以为什么 称之为金石生产 它可能一堆 坠肉一堆 没有用的烂肉 都被切掉了 变成非常精炼的 一条生产线 这个时候 全员都是将近 所以这时候 知识累积在哪边 累积在每一个顾客身上 每一个员工身上 讲错了 每一个员工 都是知识型工作者 他们不断地 鼓励他们去开发 去思考 重不重要 很重要 知识有没有办法 互想 有 评管圈 什么是评管圈 就是小组讨论 每一个定期 都会有一个评管圈 然后领班 跟所有的工作者 来你提供什么建议 你提供什么建议 怎么样改善 大家来讲 每一个人的建议 都获得整理之后 向上提报 然后被采纳之后 还奖赏 这多棒啊 除了生产之外 另外弄一个时间来 做评管圈的改善建议 好不好 太好了 有没有用电脑 完全不用电脑 用的是什么 人脑 而且评管圈的活动 所以不一定要用科技 所以早期就有知识管理了 而且这些知识汇集 怎么样把它汇整 产生 这个才是现在 所有知识管理 要学的过程 所以知识管理 不是说 买一个资料库 把知识存存 大家看一看 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而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文化 每一个人都想开发 每一个人都想贡献 而且每一个人想学习 企业的学习 跟知识的创造 这才是重点 所以企业的知识管理 很重要的一点 不是做知识的储存 有时候有人说 做什么 点藏 对不对 点藏是什么 盘点以后就把它藏起来 谁用 对不对 一点用都没有 点藏之后 怎么样再利用 所以今天来讲 刚刚提到评管圈 其实就是很棒的 一个知识管理的工具 过去就有用了 丰田也证实了 这种用法 是非常有用的 而现在的企业 很多只是说我学过 我学过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没有去采用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 做很好的知识管理 好 其实这一段 我觉得才是最精彩的 知识管理的过程 在过去来讲 接下来 你说新的不精彩了吗 当然还有更精彩的 我们来看看 第三个阶段 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 价值星系 什么叫价值星系 看起来蛮炫的 我们来看看 跟顾客共同开发 借由互动的知识流 knowledge flow 来补强 整个的一个 静态的知识库长 也就是使市场 从一个价值交换的场所 变 对变成一个星系 各个成员对话的 一个论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个知识型系 大家来看这个图 这三角形还变大了 对不对 深色三角形 在上面又加上了供应商 底下又加了顾客 所有人全部 会纳起来变成 知识型工作者 这个我们称之为价值星系 好 什么叫价值星系 大家有的时候 夜晚抬头看 满天的星星 对不对 那个叫星系 这么多 这么多 每一个顾客 其实遍布在全世界的顾客 就像一颗小星星一样 那么把大家都 拉进来的价值星系 怎么做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继续为各位介绍 这个价值星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 接下来我们持续来讲 刚刚提到的价值星系 其实这个阶段呢 就是一个 除了你刚刚我们之前 第二阶段提到 丰田市管理大学 不错 对不对 全员都是将军 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善 但现在更厉害了 那么这个阶段呢 第三个阶段 这时候顾客参与 你公司员工 顶多一千个一万个 好了吧 对不对 但你顾客有多少呢 顾客有百万个 千万个 一亿个 全世界都是你的顾客 这个时候 每一个顾客 都提供他的改善建议 那该有多棒 有没有办法 有 有很多的产品 我举例来说 像微软 他在发展他作业系统的时候 他先做出来 他内部的工程 做出来一个β板 对不对 然后有没有人愿意测试 上网登记 他觉得你符合 而且你要签 要签一个条件什么呢 你要 我再免费的给你用试用版 但是你要提供建议给我 你帮我找出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给我建议 好 全世界 啪 发了一堆的β test的版本出去 大家就去努力地用 因为我比别人都先拿到 这个最新的 好不好用 灌起来 发现这样会当 这样卡卡卡 按这样这样 会当 把它记录起来 告诉微软 你这个这样会当 这是什么 再帮他除错 用的人好高兴 全世界多少人来使用 举例来说 早期向微软开发 Windows2000的时候 他公司外面 总共有40万个客人 很多都是个体户 就是一个自己的 可能他就是一个工程师 别的公司的工程师 来用微软新的系统 好不好 灌起来之后 太好用了 可是这边特别慢 写个建议给他 你这样这样这样会特别慢 这些这样子 40万个外部的员工 不是真正的员工 就是这种测试 然后给他建议 所以基本上你看 免费帮他除错 当然我也免费给你 这系统让你用 对不对 然后提供产品改善建议 如果我们来估算好了 每一个人工资 1000块美金就好 对不对 不用多 每个工资1000块美金 微软就节省了 4亿美金的产品开发费用 你看这个棒不棒 而且他汇集的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工程师 也不能这样讲了 最喜欢用新的东西的这种工程师的这种内力 把它汇集起来 然后开发出一个集合大家内力的产品 啪再卖给大家 大家排队花钱来买 这多棒啊 所以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体系又产生了 称之为价值星系 就每一个贡献者都在市场上这么多 所以刚刚可以看到 市场从一个以前价值交换 什么叫价值交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买卖 对不对 价值交换的场所变成了什么 变成一个论坛 大家都在讨论 这个功能到底好不好 那个功能有没有改进的空间等等 你越骂他 他产品会越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就称之为知识的一个新的年代 在这个阶段 顾客不再只是顾客 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 顾客都被枕编入知识创造的价值星系里面 市场不再只是买卖价值交换的场所 而是一个包括了什么呢 各个成员里面包含了顾客 供应商 通路 学术 研究机构 都包在里面的一个多元交流的论坛场所 那么基本上第三代知识管理典范为经营策略主族的经济体 就称之为新经济 我们常常看到新闻说新经济时代来临了 对不对 什么叫新经济时代 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观念出发的 所有人都打破了他的范围 所有人打破了他的界限 顾客不再只是顾客 创造者不再只是创造者 大家互相一起来共同开发 所得的好处是大家所共享的 这是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形成了 好了 这一个是整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整个知识管理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些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知识管理的一些程序 其实知识管理程序的第一个阶段是知识的吸收 那么在知识的吸收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法 不管是个人 上游 供应厂商 各个实验室等等这些来吸收 这简单 企业很简单吸收这个知识 比较难的是第二个 知识的创造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丰廉人士管理它靠评管圈每个人提供知识 之前他们就有吸收了怎么操作那知识的吸收 然后想 对不对 思考就变knowledge了 对不对 他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这就是知识 知识吸收起来 然后知识的创造 大家一起来创造出对企业有用的知识 这怎么做 其实就有一些学者去思考企业知识怎么样来创造 于是推出了一个知识创造模式的图形 我们来看看 不去操作 不去实作你是不会的 那叫内影知识 你看了一百遍考试考一百分那也没有用 对不对 那叫内影知识 外显知识是说历史你背背背 看懂了地理你了解这情况那些分布 那个是外显知识你看得懂 课本都是外显知识才有办法做课本 内影知识一定要人与人的沟通 不断地学习来有教练教练 脚再踏高一点对不对 手不要放手不要放 骑脚拉车对不对 这些叫内影知识 企业有没有内影知识 企业有一堆内影知识 很多要师傅带徒弟 那叫内影知识的传承 他教你说这个你要转到一半就好 那回来一点点 有没有 他师傅教你 然后你自己再测 错错错再测 四二三十你会了 内影知识就变成你的了 好所以企业怎么样来做呢 企业有太多内影知识 所以怎么做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图形 大家来讲它有几个步骤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要从最左上角 内影知识到内影知识 我们称之为共同化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由内影知识带到外显知识 把它外化 因为其实基本上 内影知识是非常困难传递的 那第一个阶段 共同化是很困难 第二个阶段 外显知识的外化 称之为观念性知识的一种外化 第三个阶段是右下方 是从外显知识 到外显知识的一个结合 最后一个把它内化 就是在左下方 外显知识到内影知识的一个过程 大家有人把它做这四个阶段 大家怎么看 很多人都看不太懂 我用最短的时间做个例子来为各位解释好了 过去有一家公司 它要发展一种做面包机 不是烤面包机 日本 大家知道就把水啊面粉丢进去 它咕咕咕咕咕嚼 几个钟 啪就做出面包来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已经很成熟 当初他们开发的时候就在想 这该怎么做 于是他们就找工程师 有电锅部门 那跟有关 烤箱部门跟那有关 洗衣机部门 马达马 对不对 大家来共同开发 怎么做都不行 不是做了烤了外面胶 里面没手 要不然就脚没脚开等等这些 所以他们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就派这个艺人的领导 到五星级饭店 做面包师傅那边 跟那个面包师傅学了一年 怎么面包师傅不是那么简单 两下就会的 这个面粉怎么揉 还要啪打一下 对不对 啪弄一下 然后在这边抛一下 然后再弄弄弄 学了一年 这个时候是什么 就刚刚第一步骤 内影知识跟内影知识的 第一个阶段 我派我听力的去跟那个老师傅 学了一年把内影知识过来了 回来之后跟整个的听才解释 我跟你讲 这个时候要这样子 试着把内影知识外化 让大家了解 然后这个过程 就是把内影知识 放到外影知识来 对不对 让大家了解 大家了解之后 外显知识到外显知识的传递 这整个的过程结合 大家就都了解之后 每个人再把它内化到 他内影知识去 变成大家都有 这个就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 好不好 所以最后呢 他们这样得到了这些 老师傅的内影知识之后 然后大家再怎么样变成 一个新的知识产生 这个企业知识创造的过程 这个刚刚那个图就说了很多 还有课本上还有一个 知识管理五个阶段 我就跟这个蛮类似 我就先跳过了 接下来我们讲 知识管理有没有什么好处 当然是有啦 知识管理的效益有哪些 我会为各位介绍一下 第一个叫做知识的流通 基本上 企业内部知识 就不是汇聚在少数人身上 而是在大家身上的 第二个知识的融合 每个人都有好的 和欠缺的地方 大家互相配合 第三个知识的创新 就刚刚讲 绝对可以创造出更多新的知识 最后一个知识的发布 也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这些知识 那么这样的一些知识的发展的过程 企业才会有好的知识管理 当然了 讲到知识管理 难免也有人提到 企业也有一些e-learning 电子化学习的一些的过程 这是什么呢 这也就是怎么样透过资讯科技 让企业的知识 能够让各个企业的员工 都能够学习得到 但是这不只是在企业推广 目前也推广到很多的教育单位 因为网络的普及跟发达 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来做学习 这个就叫做e-learning 所以也有人把e-learning 规划在整个的知识管理的内部 那么我们在课本上对e-learning 也做了一些实际的 一些的介绍跟应用 如果大家对e-learning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考课本的 在这一章的最后面的几个阶段 在第11章的知识管理的后半段 介绍非常多e-learning的知识 大家可以去思考去看看 好了 今天我们介绍了很多知识管理 非常重要的一些观念 希望你有仔细听 相信如果你听的话 对你也会有些帮助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下次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